整個黃竹哈溫有一個單位我很喜歡 它是放了一些傢俬 1298呎 有看著一個海景 整個屋看一次 這邊就放了圓形的桌子 做了一個吊燈 也不需要壓抑 積層所以樓底要再高一點 它本身這裡有間房他拆了 做了一個L型的廳 所以擺位上就很鬆動 就是放一個回字型的梳化都沒問題 這裡就是電視牆 一個躺椅的梳化 一個露台位 還有用托門 有看著一個海景 這邊可以作為一個工作區 或者喝酒區 晚上坐在這裡工作 或者看著海 一番幾杯 擠到 樓梯底有一個儲物間 下次簡單其力 還有足夠的收納空間 最重要 這裡也不滿足到 廚房那邊可以做得再格調好一點 搭配這棟牆 做一個LDK的設計 它就想保留一個緊廚 整個廚房就有長型的 一組L型的廚櫃 你看到擺東西都不覺得壓抑 所以它的工作桌面是相當大 包括有三個爐頭 兩個普通爐 一個慢火爐 一個小口爐 下面就是蒸焗爐 洗機 滾桶型的 酒櫃 咖啡機 還有一個大雪櫃 十絲爐 上面還有一些儲物空間 都夠窄 有一個大升盤 一個新宿的水龍龍頭 都有豪宅的標本 一個大窗 望外的 你一邊煮飯 一邊看著海 都挺多 最重要不要煮洞的 工人房 工人床 下面有儲物 還有工人的浴室 它是分為兩層 就複色 這層的廳又有一個門口 睡房那邊都有 我們順著樓梯上去 市中心香港 住一些複色的單位 其實很少見 大家看看這間 我自己心頭 好像放一些 射燈、掛把 都很舒服 第一間房 放了一張三尺的單人床 然後放了一個書桌 這個是有一線大櫃 望外的 整個空間比普通房 大間一點 所以用起來很舒服 樓底又高 很棒 下次 都是跟樓下那間差不多 第二間房 都是這麼小 一張床 工作區 可以發揮一下想像 你想想剛才廳的位置 插在廚房 就是這個主人房 床就放了 大小 然後三邊放到床 床尾的梳化位 有梳妝台 工作露台 望外的海景 相當正 而且很舒服 很喜歡這個 Walking Corset 放了一些漂亮的衣服 漂亮的袋 漂亮的手錶 放了它 特別之處 開開 有一個門 可以出去走廊位 你可以選擇 就是由廳或這邊的走廊 空間還有很鬆動 叫朋友跟你一起化妝 都可以的 主人浴室 它就是一個星盤 一個座位 一個臨浴區 足夠轉身 然後一個浴角 簡單的實用 路徑做出來的護形 其實挺多變的 我自己挺喜歡的 多一點護形 就多一點選擇 整間房子 是1292尺 複色兩層 是我的Dream House 其中一種 還有路徑現在減了價 好像這些 減到大概30萬尺 我覺得相對是值得玩的 例如你在港島區 買一些複色的單位 像這些 可以想一想 你又覺得呢